音樂 乾杯 歡迎 繼續是時昌迷你倉的Calvin 葉Sir Desmond 投資收息達人 上集說到樓市的走勢 今集說到 其實我做財經 基本上股軟到媽媽都不認得 綁不知歷史低位 不知多少年低位 Crypto之前跌穿了2萬 樓價香港跌著 美國股票跌著 美國的樓價跌著 我也找不到一樣東西升 除了你的價格在升 你知道它的價格在升嗎 什麼價格 租金 我租金升價 因為太少了 因為旁邊政策 人們不能回來出倉 我當然要加他租 真的嗎 是 有時候我們發電郵給他 他的資料不在香港開 我們知道有14天才回來 加他租 加租 加租更多 你現在有沒有 你的商業有什麼新動作 沒有 不過我想說 如果你說投資 其實我有一些朋友都不在香港 包括我們就在巴黎島買了一間屋 我以為他知道 還有我在杜拜的朋友都過去 其實那邊都不差 杜拜 杜拜的屋 基本上升了一倍 我們那裡 什麼時候? 從三年前到現在 一年升三成左右 另外我巴黎島那裡也是升了 原因是什麼 有幾個 第一就是我們巴黎島那裡 是整個區 我們叫Changgu Changgu這個區域 是整個疫情 中央印靈政府叫他戴口罩 以及餐廳要關閉 全都不聽 這些當地勢力很厲害 所以你任何地區不聽 人不用戴口罩 沒有防疫措施 就所有人都過去了 那便升上去 所以這是第一 杜拜當然是這樣 另外我想另一個因素就是俄羅斯 因為杜拜是 如果你通過土耳其 那些錢可以過去杜拜 杜拜就有人看 是 是 那如果你有國際少許的視野 可以想一想 外地區 多少錢? 多少錢? 我想杜拜的房子 香港的一半左右 但是你在巴黎島呢? 我巴黎島 我買回來四百 當然有些 有些阻滯 我想葉Sir也知道 我買回來四千多呎 算外面的大應廠 土耳其六千多呎 住四千多呎 四百五十萬港幣 對嗎? 因為我太太是印尼人 他可以有錢 我多花二百萬 就回復了他 那便很厲害 四百萬個樓 二百萬回復了 有錢人是這樣的 有錢人 怎樣玩呢? 現在值一千一千二 多久的事 三年 三年才這麼多? 有錢人 是你那裡 全約西方便 但是只有这一区不用戴口罩 那你说这些鬼佬过不过去 那你租上 就算我现在这个率 就算我现在的市场都租到6厘 如果当年的成交价 当年的成交价 当年的成交价差不多是11-12厘左右 那是可以的 那你可以想想一些国家 外香港的防疫政策一定会失去 其实现在全部都开的 有不可以吗 除了内地 除了内地之类 我想除了通之外 还要是Russian money tolerant 就是说有些看不到 新加坡算不算 新加坡其实是可以的 但你不要做太大 太大他就捉你 新加坡也是 其实很多国内的大企业 CEO其实都搬到新加坡 是这样 Desmond 有些什么 现在怎样看淡也好 不要再沽下去了 因为股市还是楼 股市 你夹你上去 对 香港又继续 不会走回头路 国内在收紧 已经民怨吠腾 在收紧不行了 所以我们期待是放宽 放宽的话有机会 对 未必是二十大 随时可以放宽 放宽 例如我们回国内 不用越来越短 日期 或者没有那么意外 有什么无病症感染 一个人或整个区要封闭 现在个个人都很生气 现在 现在到底是怎样 不会再收紧 因为已经很难收紧 所以我觉得 买人的放宽 可以再好一点 不是 她有点 她的意思就是 现在是最坏的 没可能再紧 因为大家受不了 我有点想跟你谈过 因为她们很久以前 打了科兴和国药 还有MRNA 他们还没有 变成她现在开的话 一定会感染得很厉害 直至她们医院的健康 是不能够 所以我觉得 除非她慢慢开 广东省开完之后 逐步 如果一次开的话 她一定会又开又生 因为根本不能够 如果又开又生 现在就像香港那样 GDP只会是文言废谈 没所谓 如果开一点 我们股市有个借口炒 她的意思是 现在我们看到 the worst of the worst 有个小息 分分钟 17点 今天收下 夹一下淡油 她的意思是 你现在不要做淡 阿叶 你怎样看 我自己 一手都是蟹货 每个都是蟹 你能蟹货 有些人没得蟹 不过我已经给你很多基金经理强 自己输4% 我计算过 很厉害 考赢指数 考赢指数 其实我的东西 全部都是很简单 内银 中移动 电信 中移动就行了 只是这些东西 我买来买来买来买这些 4%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但是我又觉得有一样东西 就是现在如果你真的让我再选择的话 我们已经做定期 不用烦了 定期其实是负X银行 负X银行 4厘3 不是虚疑 台湾负X银行4厘3 但是不是几百万 五百万 一百万港元 有这么少 是一年吗 一年 一年有4厘 真的好过你做生意 我再说负责 借回到那里都可以 真的负责出3厘 你做这些算了 我还搞什么 你做那些的话你没有朋友 你全部朋友都投资 你没什么说了 没什么说了 你只能说我做定期 自己喝酒 还有说是非 他赢了 他说我比你比你 基金经理 我4厘 你不需要做 现在没有分析 只是说是非 只是说什么 不过这件事就是 譬如我访问很多嘉宾 他说现在有钱做定期 但如果个个人这么想的话 市场就没有人买 会不会 也不是 我说一下 以前我做银行做金融海啸 开始经历过很多的跌浪 通常我们数到客人 开始做定期 通常那些客人都觉得是 他说我买就输了 一估货就升了 我见一刻开始 怕什么都不跟我说 和我做定期 定期 走 即是避开我 去标准 不去那些优先队 普通队做定期走 那些差不多了 我又见到 你觉得这几天差不多是極端的了 是的 那些客人不敢见我 好像听你说 不知道听哪个股评人说 他看就来看好 看淡 大师 大师我很信他 沈大师 过去这么多年 他说看好的话 你真的不要买东西 他述数也好 什么都好 他说看好 你真的 还有他祝福哪个你都不要斗 这个真是这么多年 很多人就是不信 他觉得阿里巴巴很好 他什么时候说阿里巴巴好 你今天去YouTube看看 他说今年必买两只股份 腾讯一只阿里巴巴 你还有看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他就好 然后他反过来想 他一定买的时候 他一定不买 他现在是看好看淡 现在的市场没什么跌 没什么跌 差不多到底了 他的感觉 我真的心想 你可不可以看淡 他看淡了吗 还没 还没看淡 但你就说 以我理性的角度 我觉得如果再收紧的空间 是有限的 万一放宽的话 就有机会夹起所有的 但你买的 你正在买欧洲 又被你爆出了秘密 快点说 欧洲死的机会是很高 我几个月前也跟学生说 他四大利好因素都没有 俄罗斯的便宜能源 暢通的物流 跟中国好的关系 还有一个超低的利率 四样都没有了 所以欧洲没有任何竞争力 现在电也没有 电也没有 炸完之后 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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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条什么鸡 我知道 哪个炸的 我看谁炸的 没人知道什么炸 这么厚条 水管自己会霸炸的 还说飘过护照上来 我也没人说 飘本俄罗斯出来 这个笑话 这个真是好笑 我不知道真是假的 这些真是 说起来说 如果你说工商铺 其实很多基金来香港买东西 因为以前很多大家族 外国、新加坡、美国 很多基金 我看到有澳洲也有货币 是的 在香港 阿成哥 买了很多 因为以前 始终有培尔波叔 有很多香港本利的投资者 基金要开企业 你不够快 但现在很多香港家族保守很多 或者可能在内房开了 所以变成了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看重香港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认识很多朋友 在外国基金的那些 是很看好香港的工商铺 尤其是铺子 因为已经跌了这么多年了 你说工商铺 你自己呢 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工厦 是的 跟住家一样 跌了少少 5、6% 但如果你没有成交 5、6%是今年 比起去年 好的 他这几年是高位 高位还行 而且跌了少少 就是跟住家一样 但如果你真的想卖 你卖不了 跌了少 我们有两三个单位卖 放了一年都放不到 是的 放了一年都放不到 放不到 市价放不到 就是一定要便宜 你跟住家一样 是的 你不减价 你没有人卖 原来至于租的话 因为我们自己 我们的品牌比较熟 就是熟患一些 那些业主会固着你 就会给很多折扣 你说新的那些 没有名字的那些 我就不清楚了 但我觉得都是 我的朋友都说 如果就算物业多便宜 也好 如果他没有租客 他不会买的 因为你输 你输费 你输死你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现在是 做执行者 或者做地位 是比较地位高一点 不像以前 但你会不会再考虑买 我会 我一向都在买 你说 不多 但是偶尔会便宜 会买一些 因为如果真的想买 那些人 你可以吵 他价格 吵多少 10% 15% 再加上政府有些监管 我们工厦 有一条新例 叫做636 所有没有花灑头的工厦 都要装花灑头 有些是装不了 不懂得很难装 譬如你间世用砖头 都要装 如果你装 莫果你说装不了 你装到也要花百多万 很多年纪大了 这些业主 算不算我便宜了二百万 买给你算 所以未来这个波浪 已经全部发誓了 现在是取得延期 我估计到夏年年中 延期结束了 就开始上庭 那时候会更多货 有时候没有工 当然你明白香港 怎么说 公务员执行那些是毒 他不理你的楼价 他要完成自己的任务 所以在我们来说 这些是用商机 但问题是 如果所有人都要装个水喉 你买来也要这样做 那你的成本怎么做 当你熟悉的话 有顾问 秘密 所有行业都要懂得砖 你砖了就可以了 有很多桥 我知道 大家如果想知道 你就照顾他 就知道什么 不用看Facebook 可以 但如果外国的资金 譬如水管的条例 他也知道 买来他自己 他们不买那些 他们买一些 我告诉你 外国人是傻到 不会超过旺国 任何东西最好在香港岛 去到尖沙咀九龙 已经很勉强 因为旺国的花名叫 《The Dark Side》 为什么呢 所有路牌都没有中文 没有英文 他们有想看的 所有基金 九成是不会买东西 不过旺国 界限界是他们的极限 所以他们买工厦是哪些 西环 西环有多少次 西环还要按锁整栋 西环也没有什么工厦 不是 只有那十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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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是整栋 不是Stratta 不是一层 它是按锁 那你想一下多少钱 我经常说 不如买屯门 十年前 我说屯门便宜很多 屯门 那是屯门 对 太子我们不会看 因为没有英文 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有地区性的界限 你觉得他们看到一些 我们看不到 还是他们傻 我觉得他们现在买 这个动作 我觉得是相比外国 我们的市价便宜 如果他组织到一个组织 他可以卖给外国 可以这么说 尽管给另一个 尤其像我们的行业 例如环利仓 加租之前 我们的益率是3% 就是说 你整个环利仓 100万收入 只要你有3%收租 已经是市价 如果你做行业 可能你达到8% 收购了之后 他用8%收租率 他卖给人家4% 5% 那他要确保 他便立刻赚 这个如意算盘是加息之前 但是你加息了之后 当然现在又升了 它比较困难 就是可能买不到 不知道加息加多少 但是很多人的如意算盘就是这样 就是很多大公司在美国和欧洲 他懒得去砌盘 就是说 哇 这么辛苦 又要收购他又收购他 我等你做 等你做 你收购二十几间 你收购一个百亿 或者两个百亿 我给你买 给你一些约理 他又赚他又赚 那意思 所以我觉得香港是差 但是相比之下 我们的价钱是便宜过外国 所以那些人就觉得 这里又有商机 你自己的利益 你自己的利益 多少 二十几三十多 可以了 都很多 很好的 你一直保持住 但你找不到新客 竞争很厉害 竞争真的很厉害 竞争真的很厉害 整栋都是迷你仓 我们说笑话 我们去小便也被人抢了客 有个客人来的 你去小便 你出来多两分钟 已经租了 你怎样 怎样令到人家会租你 而不租阿叶的 譬如他是大的基金经理 这个是一百万公司 又行这些 又看他四伏 这个要求是我的Patreon 有Patreon频道 好的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